江振舒老師請教一下 什麼此為命格的人 凡事隨緣不強求 其實人生本來就很難 你看隨緣不強求 就容易被人家講沒有企圖心 對不對 太有企圖心就會被人家講 強災的果實不甜 所以人要批評別人 永遠有藉口有理由 但是我們總是要 從命功來認識自己 我們先看第一個 太英心 我有 你有嗎 太英 對 好 以太英來講 既然稱為太英 其實就是月亮 所以表示你半夜 常常要去辦案對不對 對 以月亮而言 為什麼英 你看我們傳統講英跟陽 英相對就是比較被動 陽就是相對比較積極 所以太英這顆心來講 就會講求 緣分嘛 緣分到了就好了 我幹嘛要去那麼積極的 去處理它呢 剛講強災的果實不甜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太英心 而再來呢 天良心 天良這顆心我們一直在強加叫宗教之心 可宗教的概念是什麼 宗教當然更想慈悲為懷 不強求 尤其是我們傳統的文化都在講是說 那種陽性太積極的人 剛容易折斷 剛折一折 柔的人反而可以當繩子一樣 把那些剛的人綁起來 所以相對柔和一點比較好 所以像天良的人就會談 禍福相矣 塞翁失馬 燕之非禍 幹嘛那麼積極去爭取呢 說不定爭取到反而是禍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天良的概念 而事實上它也形成了我們傳統 中國文化很重要的部分 儒 世 道 都是偏陰性被動的文化 而第一個 天同心 你看我們談天同 天下要太平當然就是什麼 大家都不要爭嘛 知足常樂最好嘛 如果每人都要爭的話 那不就打起來了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從和平主義的角度出發 就是天同的觀念 因此這三顆星 為什麼我把它稱為合作型 相對來講都比較在乎別人的看法 所以比較願意能夠去忍耐 而且會覺得說 誰緣啊 有緣在說 沒緣就算了嘛 所以這三顆星的朋友 了解自己才知道該怎麼做最好 說到恐怖情人是不分性別年齡的 如果不小心一定要要注意 高大哥 高大哥說你 你真的有遇過一位年近 八十歲的阿公 因為不滿他的女朋友桃花很多 竟不惜 愛你不會中 就你會懶 不是這樣 2014年的十月份 那種在中部 有一個很純樸的鄉鎮 那當地有一個七十九歲的老阿公 因為上偶 太太已經往生了嘛 那他也當了阿公 然後去哪 去哪裡認識的我就不談了 教了一個女生 四十幾歲 去他自己開的店嘛 阿公店 對 是不是 雅蘭姐懷念有夠好 但是她有可能是去那個環境 認識到了一個小他三十幾歲的一個女生 OK 那我跟你說 阿公你自己知道 你就沒有在留得花 說人家要搶他 人家要搶他 哪有可能 就是什麼 有類嘛 有錢嘛 那他就是用錢 認識這個四十幾歲的女性 那這個女性也面貌較好 所以進而就同居在一起了 阿公有錢 同居之後 然後每天那個女生 因為可能阿公叫他不要上班 那這個女生就跟阿公講 罪軍常常有好多男生 一直主動在追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阿公 你就拒絕就好 你再拒絕他就好了 他說我不會拒絕 我也不懂拒絕 那個阿公就放在心裡 講還是老的 都不講 也不講 直到有一天那個女生下了班回來 回到家裡的時候 那個阿公 阿公心裡一想 就把他手啦 腳啦 五花大綁 綁個大字形 唉唷 那女生心裡想說 妳要跟她來玩這個SM的 對啊 又想來又想說 要跟她做那個遊戲 結果阿公把她拒絕就不是了 跑去廚房哪一把水果刀 唉唷 要幹什麼 欸 蠟燭跟皮鞭我可以接受 你不怕 水果刀不行啊 割完之後 把這些 撲一丟到馬桶一衝 衝掉了 喔 然後就報119 救護車就把他女朋友載到醫院去 載到醫院去也沒辦法 都通通丟到馬桶了 那阿公79歲了 也判不了多重啊 重度傷害啊 那那個女生 也沒 怎麼講 救了一條命回來 可是 從此之後 我看她也不要說 有在任何第二段管錢 所以阿公就講一句 對 我在你身上花了那麼多的錢 你還居然還跟我騙我太老 外面那麼多男生追你 你還沒認分 還想要背叛於我 說自己幻想的嘛 所以這個案子當時發生在中部的時候 造成很大很大的恐慌 跟那個很大的震撼 高警官這邊還有一個案例 說有一個懷疑自己女朋友 劈腿的男人 對 他就下毒手 對 因為其實台灣離島 最大的島算是澎湖 那那澎湖地方 算民風也純樸 那這個男生 他本身是澎湖當地人 也性高 他家裡的財產 算是澎湖的產業 環境不錯 他有老婆 有小孩 那因為當地一個女生 就是嫁到澎湖 一個越南籍的女孩子 也生了兩個小孩 但是也跟先生離婚 跟台灣先生離婚 對 那也要想辦法生活下去 也要找工作 所以他在卡拉OK上班的時候 這個高先生 碰到這個女生 一見 很喜歡 因為女生是離婚的 那交往之後 這個女生 本身在澎湖賺錢 已經買了四棟房子 現金還有好幾千萬 對 越南也蓋了兩棟房子 你怎麼都沒碰上 所以這個男生 為了這個女生 跟他老婆離婚 拋妻棄子 對 然後在這個女孩子身上 花了兩千萬 重點是這個男生 是在澎湖的一個公家機關上班 對啊 然後又買了一個房子 買在三樓給這個女生 有一天這個女生消失了 消失的時候 他的小孩找不到媽媽 然後詭異的是 他在越南的媽媽 做夢夢到說 媽媽我好熱 然後他越南的媽媽 就趕快打電話給他 澎湖同鄉的女生說 你幫我找找看 我女兒現在人在哪裡 因為 朋友不能替別人報案 你母親也不能 所以找他的孩子來報案 說我媽媽失蹤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查 查他的電話通聯記錄 一查出來 哇 找不到的男朋友 十幾個男朋友 後來查到最後一通電話 就是跟這個高姓男子的對話 因為監視器有拍到 這個高姓男子 開車接他下班的 那就警方就把這個 高姓男子找來問 問到後面之後說 你坦白講 因為所有的一切的行為 就是你最嫌疑最重 他就承認說 其實我把他不小心給 一刀刺到心臟 不小心他身亡之後 我把他埋在 我們公司的一個沙灘裡面 因為盆湖很多沙灘 埋了二十幾天 警方就把他那個 屍體一起出來的時候 真的 他說他做夢 夢到說他很熱 同鄉也做夢 說他很熱這樣子 因為他被埋在沙灘 當然很熱 是啊 那警方就問這個 高姓的前半 他說你為什麼要殺他 他說我為了這個女生 我把我的家產都給他 甚至跟我的老婆 還有我的孩子 都斷絕關係 然後這個女生居然背叛我 背叛到什麼程度 他不是買三樓嗎 他的樓上就是他的拼頭 他的樓下也是他的拼頭 天啊 這是包租婆的概念 樓上他們開那 樓上也開那 那當警方去找到 他本人那個 挖出來那個黑色塑膠袋的時候 警方才赫然發現說 原來那個女生 他所有所有的那些 我們講說地器啦 跟一些她的手勢金條 通通被這個男生拿去當部當 在當部裡面找出來 才知道說 這個命案是有一個預謀性 和無材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准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